原标题 五小时大会战 三万人灰飞烟灭 这场经典战争为何称为奇迹 1805年12月2日 法皇拿破仑统帅的法军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伊伟的奥斯特里茨村附近 同俄奥联军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战 这次会战前 法军仅有七万三千人 俄奥联军的总数为八万六千人 法军奋战五个小时 即兼敌三万余人 取得了一次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 恩格斯在评价这一军式历史事件时说 奥斯特里茨会战是战略上的奇迹 只要战争还存在 这次会战就不会被忘记 拿破仑在粉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战争中 之所以选择在奥斯特里茨进行决战 是有其深邃的战略考虑的 1805年11月 和黄亚丽山大一世 加紧右逼普鲁士 加入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活动取得了成功 这样联军兵力总数就将大为超过法军 乌尔姆会战以后 拿破仑认为摆脱不利战略处境的最有效办 法在于抢在普鲁士军队开赴战场之前 迅速击垮额奥联军 并尽快结束这次战争 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 即额奥联军敢于在普军参战之前 先期同法军进行决战 在联军一方的领导层中 对于决战时期的选择 当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意见 战略目光远大的库图佐夫主张 选在普鲁士军队正式参战以后 这样联军就可以得到十万新锐兵力的加强 可是不安用兵套力 刚愎自用 右上虚荣的亚历山大仪式却另有考虑 在他看来 自俄国增援部队开底战场后 联军力量以大为增强 再继续后退 为免一笑大方 对此拿破仑考虑再三 最后找到了一个破敌就发的妙法 设法在战场和谈判桌前 给对方造成一种法军 害怕很快进行决战的假象 为此 他首先命令前哨部队迅速后撤 接着 又派出自己的侍从武官去建设皇 建议休战 购合 并要求举 行两国首脑的个人会晤 或派出全权代表进行谈判 在谈判桌上 拿破仑虽然拒绝了俄方代表提出的苛刻条件 但在会谈中给人留下的印象 却是信心不足 害怕会战 拿破仑这一战略伪装 是联军指挥机关的大部分人员南辩真伪 啪 亚历山大一事 关于紧快决战的主张 便占了上风 联军虽拥有总的兵力优势 但由于最高决策人错误估计战场形势 在进攻部署和作战指挥上出现不少疏漏 如进攻正面铺的太宽达12公里 迂回路线选得过长达10公里 放弃战场制高点 指挥混乱等 都为拿破仑取胜 提供了有力条件 当拿破仑德西魏洛特决定用联军的大部分兵力 迂回法军的右翼时 立即派出两个军 趁夜按着过哥德巴赫河 命其兵预备队 制弹兵部队和禁卫军随后跟进 以便从侧方一举突破第一回集团 将其割裂成两部分 各个歼灭 与此同时 他又抽掉手 量兵力从正面积极组织对联军的抗击 这样 拿破仑就通过精巧的作战部署 使兵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的法军 变为战场局部优势的攻击力量 从而迅速摆脱了 遭敌重兵迁回了危险处境 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拿破仑是一个善于对运动之敌进行攻击的统帅 并且懂得巧妙的运用地形 以增强攻击效果 在这次会战中 他充分显示了这方面的才华 他把攻击时机 选在联军进行迂回机动的途中 把尖敌地区定在普拉钦高地和扎洽湖之间 这些都足以说明 他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 却是高人一筹的 而连军进行这样长距离的迂回机动 竟然对侧翼不做丝毫掩护 而且 把俯瞰迂回部队行军路线的普拉钦高地 也使控制整个战场的制高点 轻易地丢弃给法军 这实在是他们作战指挥上的重大失策和极端无知 自然不能不造成整个会战的惨白 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 双方军队在编程 战斗队形和作战方法上 已经出现了代差 在军队编程方面 法军以编有军 是这样较高的固定作战单位 而且 把步兵 骑兵和炮兵 合编在这些单位里 从而使每一个失就成为能单独作战 甚至对战数量优势的敌人 也具有相当抵抗力 而俄澳联军参加作战的 不是成剑制的军和师 而是按照18世纪惯常作法 由各团临时编程的对货组 他们更没有建立把步兵 骑兵 炮兵和编在一起的固定作战单位 在战斗队形和作战方法方面 法军采取了纵队和散兵队形相结合的方式 其第一线各团的大部分分队 呈散兵队形作战 以便和炮兵密切协同 为主力投入冲锋准备活力 第二线各团则成营纵队参加战斗 以便不断增强突击力量 俄澳联军的各部队 则都是已过了时的现实队形 在战场上出现的 由于现实队形正面宽 纵深浅 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纵深 联军自然顶不住法 军的纵队和散兵的连续突击 很快便溃不成军 可见 奥斯特里斯会战 也是新旧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 在社会变革时期的一次激烈交锋 会战的结果表明 凡是能够顺应时代潮流 敢于大胆进行革新 采取新的方法与招数 以推进事业的人 总是比较容易地获得成功 这也是拿破仑得以创造 这次战略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